自古以来 丹顶鹤头上的丹顶 常常被认为是一种剧毒物质 也就是传说中的鹤顶红 在武侠小说中 武林中人常用这种剧毒之物 来施展其下毒的高超本领 其实这些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 古人所说的鹤顶红 是对T双的隐晦称呼 和我们要讲的丹顶鹤 没有直接关系 日本群岛 朝鲜半岛 俄罗斯远东 以及中国东北 江苏 都有野生丹顶鹤的踪迹 丹顶鹤是东亚地区 所特有的鸟类 在东亚文化中 丹顶鹤是吉祥 忠贞 长寿的象征 丹顶鹤也叫仙鹤 在中国古籍文献中 对丹顶鹤也有许多称谓 如尔雅义中称其为仙秦 本草纲目中称其为胎秦 在秦始皇墓藏区 出土了一批精美的丹顶鹤青铜造型 可以发现早在秦代 甚至是更早的时期 中国人便丹顶鹤建立了联系 在中国历史上 丹顶鹤被公认为是一等的文情 明清两朝一品文官的官服 胸前秀制的图案就是丹顶鹤 朝鲜官服中也出现有丹顶鹤的图案 足以见得丹顶鹤在东亚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在如今的时尚界 丹顶鹤也是众多服装设计师的灵感来源 2008年国家林业局已将丹顶鹤作为国鸟候选 提交国务院 但是至今没有得到批复 据知情人透露 当中的问题就出在丹顶鹤的拉丁文学名 Grathroponensis 也就是日本鹤的意思 所以争议很大 起源于中国的丹顶鹤 怎么就成了日本鹤呢 18世纪末 一个日本人从本国提供了丹顶鹤的标本 给一个来东方探险的德国人 由于当时的清政府闭关自首 这个德国人并不知道丹顶鹤起源于中国 按照林奈生物分类的规则 所以就起名叫日本鹤 国际上就一直沿用了下来 人类活动对丹顶鹤繁殖和越冬地的破坏 极其加重 对湿地的围肯 不仅侵占了原有的栖息地 还是原本联通的水系阻断 再加上近些年远东地区 气候干旱化趋势明显 水移面积缩小严重 人类活动引用的污染 也严重威胁着戴女后的生存